8點至9點都是我們理財資訊站的節目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林修榮 待會我們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來到研究國洋有關於理財的話題 我們稍後回來見 歡迎你收看理財資訊站 今晚我們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首先是一位觀眾提醒我 告訴大家 如果你要自己報稅 你又不想買一個軟件的話 國稅局和州稅局的網頁上 都可以給你免費的報稅 國稅局當然就是irs.gov 你只要收入不過六萬六千元 你都可以上去上面用它的軟件 你就不需要自己買了 州稅局就是franchise tax board 就是ftbca.gov 你甚麼收入都不要緊 都可以上去 不過是要分別上去 來報你的聯邦稅和你的州稅 當然你的稅是要比較簡單 你就可以上去用這些免費的軟件來報稅 今晚我們節目的初段 亦都是和報稅有關的 我們有四方面的話題 第一方面的話題就是 說到受苦養人 英文就是dependent 首先dependent對我們有甚麼稅務好處呢 以前有個人免稅額的時候 然後2017年每一個dependent 可以幫你減四千零五十元的收入 減少你的收入四千零五十元 但今年稅制改了就沒有個人免稅額了 所以那個受苦養人如果是十七歲以下 就可以拿那個孩童抵稅額 加倍是兩千元 你的稅扣到沒有了 他都給你一千四元 但如果是十七歲以上的那些 受苦養人就可以有五百元的 叫做non-child dependent tax credit 甚麼是受苦養人呢 主要是分開兩類的 受苦養人第一類就是 孩童的苦養人 受苦養人 dependent child dependent child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他和你的關係 一定是子女或者step child 或者是十七歲以下 或者十九歲以下的兄弟姊妹 年紀是要輕過你的 並且他是要跟你去年是同住 起碼有半年的時間 第二方面就是講到他的年紀 十九歲以下一定沒有問題 十九歲至二十四歲 如果他是全時間的學生 一年裏起碼有五個月 全時間讀書的話 他都可以成為你的dependent child dependent child的好處 就是他可以有收入 他收入多少都不算 都不要緊 而第三樣的條件 就是這個孩童 他是自己不負擔他自己生活 超過一半以上 一般十九歲以下的小朋友 應該是可以claim他 是沒有問題的 十九至二十四歲 如果他是讀書 也可以claim他 也是沒有問題的 第二類的受撫養人 就是叫做dependent relative 是親屬的受撫養人 但其實這個名字是有少少誤導的 因為當然是親屬 親屬兄弟姊妹 父母姨媽姑娘都可以 但是不是親屬都可以 只要他整年跟你同住 他不用跟你有親戚關係 都可以claim他做受撫養人 第二就是你claim他做受撫養人 他是不可以多過四千一百五十元的收入 第三就是你要負擔他的生活超過一半以上 他自己不負擔他自己生活超過一半以上 你要負擔他的生活超過一半以上 很多的朋友 他就claim父母做受撫養人 如果父母是跟他同住 他沒有收他租的話 就算父母拿著政府福利 都應該符合這個 支付他生活超過一半以上的條件 有些長者是拿著醫療的福利 如果他是65歲以上 你claim他做dependent 就不會影響他的白卡 但是如果他是65歲以下 他拿不拿到白卡 是看他的家庭收入 如果你claim他做dependent 你家庭的收入 亦都成為他的household income 那就對他的白卡有影響了 大家要注意這一樣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對長者的福利 無論他拿SSI 或者他是拿白卡 或者他是拿糧食券 你在報稅的時候 claim他做dependent 應該是不影響他的福利的 好了 那我們這一節就講著 那麼多先 我們一會兒回來 我會和大家再解釋一下 這個所謂標準購稅額和續項購稅額 我們回來見 歡迎你收看理財資訊站 我們繼續來講和報稅有關的知識 我們現在就要講到標準購稅額和續項購稅 標準購稅額呢 今年單身是一萬二千元 結婚的夫婦是兩萬四千元 head of household是一萬八千元 如果你是單身 你又過了六十五歲 就加多一千六百元 如果你是結婚 你過了六十五歲 就每一個人是加一千三百元 這個是稅例上面給大家 起碼的扣稅金額的 但是如果你續項購稅 加加賣賣 是超過我剛才說的數 那你就會用續項購稅 今年續項購稅 就受了一些限制 還是醫療費用 超過你的總收入7.5% 都還可以購稅 你的房屋貸款利息 一般都可以購稅 你的物業稅 即地稅 加上你去年給了周稅 加上可以有一萬元 是來購稅 減少了很多的 就是那些所謂集行的扣稅 還有一樣 都很重要的 就是慈善捐獻都可以扣稅 不過很多那些集行扣稅 你報稅的費用 你要買制服 其他那些費用 就全部剩下了 其實是簡單了 但是因為那個物業稅 和那個周稅 加上是不可以過一萬元 其實是多了限制 所以有很多人 因為標準扣稅額大幅度提高 而續項扣稅是減低了 就變了很多人 是轉了做標準扣稅 那就其實是容易了的 如果夫婦分開部稅 一個用標準扣稅 另外那個一定要標準扣稅 一個用續項扣稅 另外那個一定用續項扣稅 聯邦和加州 加州都有續項扣稅 也都有標準扣稅 加州那個標準扣稅 單身是4401元 結了分的是8802元 如果在聯邦的稅 你是用續項扣稅 你在州那裏 是不一定用續項扣稅的 你可以用標準扣稅 即是兩邊兩個稅表 你可以一個用標準扣稅 一個用續項 一個用續項 一個用標準 你就看看哪一樣對你 是比較好處 你就可以用那一樣 下面要和大家講到關於大學學費 如果有小孩在讀大學的話 你會收到那個所謂1098T 家長應該會見過這個表 我給大家看看這個表 最重要的兩個部分 我就圈著它 第一個部分 就是那個第一樣 第一樣那裏就是 你交給學校的學費和集費 這個就是你可以用來抵稅的費用 還可以你另外自己加上 書保費那些supplies 買電腦那些費用 你都可以加上去 那個就是你自己交出來 交給學校或者用了的學費、集費 第五個格就是grants and scholarships 就是獎助學金的金額 不是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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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學費的貸款 學生貸款 是不包括在那個在內的 所以這兩個數目 是要怎樣用呢 第一個格那個 不是全部都是你可以用來 扣稅抵稅的 你要減掉第五個格那些 因為第五個格那些 是政府或者學校送給你 你用來給學費的 所以要第五個格 如果那個數是少過第一那個格 再加上你那些書保費、電腦費那些 是減了第五個格的數字出來 剩下來的那些 才是叫做合資格的大學費用 那那個你就可以用來拿那些抵稅額了 但是如果你第五個格的那個數字 是大過你第一個格的那個數字 再加上你那些書保費、電腦那些 如果第五個格是多出來的話 多了出來的那個數字 就是那個學生的收入 但是如果學生沒有什麼其他做工的收入 他都有他那個一萬二千元的標準扣稅額的 即是說他這些叫做 Taxable Grant and Scholarship 就是第五個格 減了第一個格的那些費用 剩下來的那個數字 如果加上學生做事的人工 是不過一萬二千元 都沒有需要付 甚至連報都不用報 這個是1098T的一個用途 最後要跟大家講講關於這個合資格的商業收入 Qualified Business Income 或者我們簡稱為QBI 我上一輯的節目都有略略提過 不過很多觀眾後來再問我問題 所以我就再來解釋一下 QBI有什麼稅務好處呢? 在這個新的稅法裏面 他說如果是QBI的話 是商業上的收入 而那個商業自己本身是不用付稅 他那個商業上的收入 是叫做Pass Through 即是去到你自己的稅表上面報 那就有一個優惠 那個優惠一般就是你的淨收入 百分之二十是免稅的 那什麼是QBI的收入呢? 那麼QBI的收入 你LLC做生意賺到的錢 你S Corp賺到的錢 或者你沒有incorporate 你是用個體戶的方式 你的收入是佈在Schedule C那裡 這些都是屬於QBI的 另外呢 如果你做事是拿1099MISC 你的收入是在這個表格上面 第七項 就是Non-Employee Compensation 那個你都是要佈在Schedule C那裡 那個都算是你的商業收入 亦都是符合這個QBI 問題是租金 租金都有機會是符合QBI的 我上一次說就是稅局是說 如果你一年用超過250個小時 來管理你出租物業 你就一定得這個叫做安全港 但是你就算沒有用到250個小時 你自己管理或者你有人幫你管理 但是你做最後決策 你都可以把它放在QBI 不過我說明呢 就是這個稅例呢 今年是新的 稅局雖然是澄清 但是不是百分之一百清楚 所以呢 目前呢 你是可以放了它下去 這個呢 就算你是只有一個出租物業 你自己管理 你都當是QBI 百分之二十免稅呢 這個沒錯 是稍為aggressive一些 但是在這個 現在這個情況呢 我覺得你claim 是都ok的 是安全的 但是呢 就是你如果是triple net 商業的投資 商業商場啊 那些呢 你是完全不用管理 叫做triple net的呢 那些呢 就不行的 那個是說明呢 是不可以QBI的 那麼QBI 怎麼報呢 很簡單的 1040報稅表 第九行那裡的那個數呢 就會從你的總收入那裡 減出來 來幫你省稅的了 我們先說到這裏 稍後回來 我開始回答一些短信進來的問題 稍後見 歡迎你收睇理財資訊站 在我未開始回答短信的問題之前 上一節我是不夠時間講一講 這個禮拜主要的經濟數據 所以我會用些少時間 來講幾個經濟的數據 給大家看的 第一呢 就是十月份全國的空缺職位 這個數據呢 是達到歷史的新高的 七百三十萬的工作呢 是等著人去做 比十一月七百二十萬呢 是還在增加緊的 所以呢 這個就業的情況呢 是相當理想的 一月份那個消費者的物價指數呢 是完全沒有升到 十二月呢 也是完全沒有升到 即是呢 即使是現在和中國是貿易戰 但是不見物價有上升的跡象 一月份那個核心的物價指數 剛才那個是整個的指數 核心指數呢 就是將能源和食品那些的價格 拿了出來呢 就只是微升了0.2% 跟十二月是一樣的 一月份那個批發物價指數 Whole sale price index 是跌了0.1% 那在十二月呢 是跌了0.2% 即是現在目前呢 是沒有任何通脹的壓力的 二月份那個消費者情緒指數呢 就升了不少 由九十一點二呢 是升到九十五點五 即是呢 近期呢 因為那個 政府停擺完結 消費者的那個信心呢 是增高了的 好了 我現在開始呢 是回答一些短訊入來的問題 如果你是用短訊 415 595 5361 你短訊過入來呢 那你要留心聽了 我可能一會兒就會解答到你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它說 去年做了一日臨時工 那個僱傭公司呢 沒有給工資他 但是呢 最近還出一張W-2給他 那應該怎樣做呢 那你應該回到僱傭公司那裏 去追回你那些人工回來 即是他的紀錄上面 都有出了人工給你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呢 那張訊欠就沒有去到你手上 會不會地址有錯呢 會不會是有其他的東西呢 你是有權回到僱傭公司那裏呢 是要求他出人工給你 如果他不肯的話呢 那你這個W-2他要改的了 因為你沒有收到他人工 那他檢查一下那張檢查 看看cash了沒有 那他如果是未cash 他可以cancel那張檢查 再出一張檢查給你 你應該去追的 第二個問題 爸爸75歲就拿社安金 10128元 退休金呢 有18000多元 媽媽65歲呢 就拿著7000多元的雙殘金 他們沒有其他收入的了 需不需要報稅呢 那他這裏呢 唯一需要當作收入的呢 就是他那一萬9000元 那麽上下的 他的退休金 這個是他的pension 他那些的雙殘金 社安金那些呢 加上一萬七千多 一半加上他剛才一萬九的收入呢 是不到三萬三 就是他所有其他收入呢 都不用當作收入 那他只剩一萬九千 而他們兩位呢 加上呢 是有兩萬六千六百元的 標準扣稅額的 所以如果他的pension 沒有扣起到稅呢 他不報稅呢 一樣都可以的 因為他沒有稅要給 又沒有稅拿回來 第三個問題呢 他就說 whole life insurance 那個所謂net cash value呢 是不是免交入息稅呢 你如果取消你這個保險 拿回那些錢回來呢 是不用付稅的 因為這些所謂 cash value呢 其實絕大部分 是你自己給多了個保費 即是本身就是你自己的錢 那當然是不當收入 是不用付稅了 第四個問題 兒子十七歲 是他的dependent 受苦讓人 去年兒子做part time工 賺了三千五元 收到W2 用不需要報稅呢 兒子是不用付稅的 兒子也有標準扣稅額 一萬二千元 所以他這些收入 是全部不用付入息稅的 那就要看看他W2上面 第二個格 和第十七個格 有沒有扣起了稅 有扣起稅呢 你不想送給政府 你就報稅 拿回那些錢回來 第五個問題 去年有1099MISC的收入 是不是可以扣除成本 再用標準扣稅額呢 是可以的 你的1099MISC 凡是和賺這些錢 有關的費用 都可以放在schedule C 來抵消你的收入 那你就然後那個淨收入 如果不過你的標準扣稅額的話 你就沒有入息稅要付 不過你都要報稅 因為你要付一個稅 是叫做自僱稅 大概是14% 這個是為將來的社安退休金 付的稅 第六個問題 去年就被公司炒了魷魚 公司因為沒有在法定的期內 支付最後的工資 其實他炒你魷魚 那天就要給你工資了 他沒有給到 你就去吵 結果那個公司要賠30天的工資 這筆錢是會在W2還是1099呢 我相信在1099第七項為多 因為你已經是離開了那間公司 你已經不在那個payroll系統裏面 所以他應該不會出W2給你的 W2是給員工的 所以你這個情況 我相信是會放在1099那裏給你 你一樣是要當收入來報稅的 第七 只有出租物業的收入 是不是需要報稅呢 你都應該報一報 你有出租物業 就算你是不用付稅 那你的折舊那些 你都應該報一報 你都應該報一報 好了 我們這一節 就暫時講到這裡 我們回來 我們就開始接聽你打電話上來的問題 我們的電話 是800-616-6220 一會見 我們就開始了 欢迎你收看理财资讯站 我们这个节目是现场直播的 即是你可以即时打电话上来 我就即时为你解答问题 我们由现在一直到差不多九点钟 我们都是来接听我们观众的电话 在未听第一位观众之前 我又要宣布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是在星期日下午五点半 是重播的 如果你星期日都看不到 你是可以看我们的录影 在星期一的拉曼时候 我们就放上26台的网页 在YouTube上面 我亦都会放上我谈天雪地的网址 我们现在开始来接听我们观众的电话 第一位是温太的电话 温太你好 李生你好 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两个礼拜之前 你和我们说过有个2009年的税率改 就可以就是带税25万就有些问题 我刚刚后我还90年 买了一个干屋 中间到2009年差不多等于19年 中间我锯过两年 现在我定量证明你两年还锯在那里 根据我准备最近又买了一个干屋 等于又过了三年了 我还没有需要重新奔过去锯两年 我就还锯五年 才可以拿一个25万的税率 好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你1990年买这个物业入来 是不是自己住了 还是买回来已经租出去了 到现在都是自己住 因为我有三个屋了 我和两个弟弟一起买 你1990年买回来是自己住 一直住到现在 我住了两年 因为老妹我又搬回三百多岁 你搬去哪里不要紧 1990年买回来的时候 你在那里有住过的 开头的时候 有 如果这样你有住过 你是不受2009年的税法限制 那个税法限制那些 一买回来就一直租出去 到最后就自己搬进去住两年 但是因为你一买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自己住了 你是不受那个离限制的 你再听我下面的问题 你现在是不是住在那里 没有 现在不是住在那里 你租了出去多久了 你租了出去多久了 我都没有租 我自己住了两年 空在那里 好的 你留心听我的问题 留心听我的问题 过去 你是想着什么时候卖 你说要住两年 因为我现在不是住那里 你想是不是最近卖 但是不行 你说要两年 你等我回答 你行不行 你先不要说行不行 我先问你的问题 你过去五年 有没有在那里住了两年 没有 过去五年没有 你是不是想着 会搬进去住两年 是 你搬进去住两年 你所有这么多年所赚的 全部可以用你 夫妇五十万免税的去免税 你不用管 2009年的税例 因为那个是给 一买回来 已经租了 但是你一买回来 你自己住 所以你不用管 那个税例 你总之是住了两年之后 你每人有二十五万免税 你说有三个人拥有 你这间屋 是的 是不是三个人都住在那里 没有 最后我住 只是你住 其他两个不住在那里 有一个不是加州 还有一个 他自己有间屋 没有住 如果是这样 你最好脱了他的名字 因为你翌日 你的capital gain 是分开三份的 你那份有二十五万免税 因为你住了两年 是 他们两个是没有的 他们两个要给税的 噢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 他们不介意 OK 那行 你那三分一有二十五万免税 但是我怎样证明我中间住一两年 我又没有出没证明 你现在搬进去住两年 第一 第一 你这间屋呢 要去古籍署那里 去assessor's office那里 去把它转了做你 拿你的homeowner exemption 就是你那个地税减 七千元那个 你去转了它 OK 第二 你的驾驶执照 你的税表那些 就用这个地址 你的选民登记 也是改了这个地址 OK 明白 然后你真真正正正搬进去住 税局都很合理的 不会难为你的 好了 那我们再来 应该是够时间再听 謝先生的电话 謝先生你好 是林先生你好 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问你 第一个呢 我是有个儿子 今年27岁 他在外州读书 那我又帮他交2018年学费 那今年的报税 可不可以用来抵税呢? 你拿了他的1098T 没有? 拿了 这个 应该拿了 第一个格是多少钱? 第一个大约是17000元 第五个格呢? 第五个格 你等待我一会儿 我去拿个 form 我没有准备 OK 你现在去拿 form hold住条线 我买一买广告 回来 我才再回答你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你收看理财资讯站 我现在接回謝先生的电话 你还在吗? 謝先生 你拿到个表格吗? 是 我有个表格 OK 第五个格 有什么金额 第五个格 是blank 没有东西 blank OK 他拿不到奖助学金 整个17000元 你都可以用来抵税 他是读第几年的? 他已经读了四年college 你继续下去想读 physical therapy 要读三年 OK 你是拿那个lifetime learning credit 你报税的时候 整个17000元 就拿那个lifetime learning credit 其实呢 多了很多 你lifetime learning credit 是几千元 是拿那两千元扣税 拿那两千元抵税 所以 其实呢 这里呢 大部分的学费呢 都用不了的 但是你是可以 拿它来做这个 Qualified Education Expense 我们来听一下 关太的电话 关太你好 是啊 林先生你好 我有个问题 我现在63岁了 就已经拿了SSA 那我继续 还有一份part time工做 那我这份part time工呢 都有大约是1万6元至1万7元 一年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想说 我又有pension 我正在拿公司 以前公司的pension 那些pension 那些pension 是不是在1万6元 加到1万6元那里呢 你公司的pension 是你的收入来的 你这1万6元就是你拿 social security 是吗 不是啊 我做事那里 你做事另外做事1万6元 两个要加起来就是你的收入了 哦 那你开始拿 social security 没有 拿了1300元个月 1300元个月 因为你其他那两个加起来 有成三万多元收入 你是单身还是结了分的 结了分 结了分 你先生有没有收入 我先生和我都差不多 他退休了 OK 那他又有社安退休金了 是啊 那因为你又拿pension 又有1万6元收入 加起来你那里 已经有三万多元收入 你们的社安退休金 就要有部分是要给税 要算一算是有多少 是要当收入 总是有一部分是要加进去做收入的了 所以你的收入呢 可能会推高到四万多五万元的 哦 我这个问题呢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说呢 我再做事那1万6元 是否要扣回我那个 因为我现在是属于early retirement 那你那个报道说是不可以超过1万7元 是 那我的pension是否要 pension不计 pension不计 就是说是 你是未够66岁的 是吗 未63岁 未够66岁呢 今年是17640 就是你不过 你的做工收入 不过1万7,640元就可以了 所以只是看你做工的收入而已 你其他的pension是不计的 pension不计 pension不计 只需要扣回我社安金 只是做工的收入是会影响的 好 我们来听一下 你女士的电话 你女士 你好 我已经说了你们听 她知道 你女士轮到你了 我真的知道你再做了 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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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着电视 你听着电话 好 请你问 我想问一下 我买了一份人寿烟梳 里面有那个 什么 生钱可以用的那些 我担心这笔钱 到我扮完贵留之后 那些子女拿来的时候 需要不需要纳税 现疏赔的 是不用纳税的 不当收入的 不当收入的 我费的payment 都没问题的 你有钱的payment 没问题的 他们每天拿到的赔偿金 是不用当收入的 好 我们现在来听 陈女士的电话 陈女士 你好 你好 林先生 好 是不是我 是啊 轮到你了 请你问 林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家里有人借了朋友 两万多元来买车 我现在报税的时候 需不需要报呢 是现金的 朋友给了现金 就是朋友肯借钱给你 你 拿来买车 你借钱 你和银行借钱都是 没有东西要报的 你借别人钱 没有东西要报的 不是啊 因为是现金 我听到 一万元现金就要报 一万元现金 你们私人之间 借钱给你 没有东西要报的 但是你拿着这些现金 你拿去车行那里买车 车行就要报进去 但是你们自己私人 他给了两万元 那你给了两万元 是不需要报的 我以为我们报税的时候 都要报一下 不用不用 你是不是拿着那些现金 你进入自己的户口 才去买车 是吗 不是啊 拿了现金去买 因为那儿子不太懂 那车行会报进去的 那是车行的责任 不是你的责任 所以你不用报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林先生 所以说我在中国有个房子 如果是我卖了的话 我需要提供什么依据 证明是我的成本价 和我盈利了 我报税的时候 要提供什么依据呢 你写上去就可以了 他不会问你拿证据 但是你只是要合理 你自己放一个成本上去 除非他查你的税 你然后才是要证明 你什么时候买回来的市价 但是你是外国的物业 国税局是很少很少 我都没听过 他会问你证明的成本 因为没得证明的 因为在外国交易 是没有任何的证明的 所以你自己放一个 合理的数据上去 我们来听听梁太的电话 梁太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问 我有两个Iva户口 Low Iva 我把一个Iva户口 那些钱拿去第二个Iva的位置 A Iva就已经关闭了 现在收到了A Iva的地方 1099R 1099R 那你怎么报呢 你的钱已经全部转到另外一个Iva 所以应该没有税没有罚金 但你收到1099R 他 你1099R他一定要给你的 因为他不知道你的钱 是去了第二个Iva的地方 是他直接和你转过去 还是他给你钱 你自己拿钱 入到Iva的地方 我自己拿支票 入到Iva的地方 但A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还是要给你1099R 你报税的时候 你1099R上面的数 你就报在1040报税表 4A那里 4A是缩在中间的 然后4B那里 你就不要放那个金额在那里 因为4B在右手边 就成为你的总收入的一部分 那你就在4B旁边 左手边的虚线那里 你写Roll over 这样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我收到那份 是1099G 好像Girl那样 那个表是做什么 那个表就是去年 你是不是有收回一些周税 不是不是 我也是另外 又是把一个Iva的钱 就拿去买另外一个产品 那现在他就给了一个1099G 我就不知道是 G啊? 就是government的G啊? 是啊 1099G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用了Ira的钱去买产品 它没有东西给你的 你在里面买产品 所以你看真一点 1099G G是government 是政府给你钱 所以你看看那个数 你对一对你去年 报周税那里 是不是有退税 那个应该是你周税的退税 跟你Ira里面买什么产品 是应该是没关系的 好 那我们现在约束一下 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我们回到理财资讯站 在我未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之前 我都想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在湾区这里 当然立刻打开电视 就可以看到26台 但在其他地区 只要他是在美国 或加拿大 因为他都可以即时看到我们的节目 他就是要用SBTV 他上网SBTV 他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节目了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听 下一位是朱先生的电话 朱先生你好 是,林先生好 我是想问的 我两夫妇就退休了 收入呢 收入呢 一个是 大家都是 SSA 还有一个 IRA 是两个收入 应当是有 多少 还是超过 要报税呢 有些人说 SSA 那些不用报税 是不是呢 需要报税呢 就要看你其他的收入有多少 你说你有IRA收入 是不是你已经开始在IRA 那个户口里面拿钱出来 是 你一年大概拿多少 我一年拿了一万元左右 一万元 那你两位的SSA加起来 大概有多少 两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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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全部的SSA都不用当为收入 因为你其他的收入是一万元 而那一万元呢 如果没有预先扣起税呢 你都是全部不用给税 你连报税都可以不报的 哦 那我还是有一些 要少少银行利息 少少银行利息 加上去都不要紧要的 因为你们两位 有成两万多元的收入 是不用给税的 那两万多元收入 是不计你的社安退休金的 如果你只是一万多两万元 其他的收入 你的社安金全部是不用给税 又不用报 你其他的收入如果没有扣起税呢 你又不用报税了 因为你没有税拿回来 你也是不用给税的 好 多谢这位听众的电话 我们来听王太 王太 你好 你好 你好林先生 我和亲戚问的 他是新移民 他去年来了之后 跟人家做工 人家的雇主是出现金给他的 那他是否要报1099 要在哪里拿呢 1099就不是他去报 不是他去拿的 1099就是那个雇主应该是出给他的 如果他拿了超过600元的人工 那个雇主根据税例呢 是应该出份1099MISC给他的 但是那个雇主懒不给他 不给他的时候呢 他收到现金呢 他就记下他什么时候收到多少钱 然后呢 他都去报税 他可以去那些非牟利的机构报税 好像奥伦各星中心呢 他又有免费的报税 他可以去那里报 就告诉他 我是收到这些现金的收入 但是雇主没有给1099MISC 那他们就会懂得和他报税的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那些海外收入呢 是不是报那个2550表 那是不是要费了两个十万元的底税 才用这个2550表 你现在是说那个人 是不是长期住在海外的 是啊 他在这里就很短时间了 他有没有十一个月是住在海外的 有啊 有 他报税呢 他就2555 用2555 如果他是没有housing给他的 他报2555EZ 那个简单一点的表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他的收入是报上去1040那里 如果他的收入不超过10万元左右 他是全部没有税要给的 但是他都要报 如果那个人呢 他有半年呢 半年在海外 半年在这里 那就是他几个人嘛 那怎么办 不行 如果这样他不符合那个 那个Foreign Earned Income 除非他呢 就是长期住在海外 只不过去年因为某一种原因 有多几个月在这里 但是他在海外呢 就已经落地生根了 他呢 他又在海外买了屋 又在海外长期居住 又在海外有投票权 那么呢 他就可以用那个Bona 5 Residence Test 来到 拿到这个 这个Foreign Earned Income Exclusion 但是如果他不是这样 落地生根的话呢 他就要数时间了 数时间呢 他是需要 在过去12个月呢 是有330天 是要住在海外呢 然后才符合这个要求的 好 我们来听关先生的电话 关先生你好 你好林先生 我刚刚做了个TODD 那我想一件事 我的方案机和Ira 在那里 我都有写下我的子女名 留给她的 但是我没有做其他事情 如果我八年归老的时候 那时候呢 那个方案机和Ira 他会否认证 叫我付税的 不用认证 因为你指定了受益人 就一定是他拿的了 不用认证的 其实你做TODD 都是为你家屋指定受益人 所以 将来都避免认证的 但是你那些人寿保险 退休金 那些 你已经指定了受益人 就没有这个认证 没有的了 没有的了 有一个问题 我儿子就来结婚了 他对方女家 他说 他叫我儿子要签名 他说 他女儿有两间屋 我儿子那边 也有两间屋 双方又要写中指 他说 不需要上 不需要找律师 要大家签定 第二天万一离婚 你不拿我的东西 我不拿你的东西 是吗 是 是 是 不需要律师 他两个都不介意 就可以了 你两间屋 他两间屋 大家各自来各自 他两个同意就可以了 法律上有没有效果 有 有效果 有效果 所以可以的 他们两个喜欢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买一买广告 我们一会再回来 很快就我们又来到理财资讯站 今晚最后一节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让我争取时间来到听下一位 是陈小姐的电话 陈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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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陈小姐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收到一张是1099的MISC 但是那些收入 只是放在第三格的other income 而第七格的self-import是没有的 那是否不可以create schedule c 不可以去deduct那些cost 第三是other income other income 都可以 schedule c 一样可以 但是你就不需要 给那个self-employment tax 他1099的MISC 收入都是你那个business income 一样可以得的 但是那些软件 软件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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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我电子邮件帖子 应该可以查到 你查到 你给电子邮件帖子 我回去跟你试试 因为在1099上面 第三个假讯 是不用给self-employment tax 但应该也是可以的 你等我回去试试 因为我有 因为我有咨询过 其他税务方面的人士 他就说如果是other income 就不可以deduct 但如果你去了第七项 就可以deduct 因为第七项 薪酬的税 但是是不是也是在 布置schedule c上面 如果你是在 other income 你给我回答 那时候就可以了 好 麻烦你 那我们现在来到 陈女士 陈女士你好 陈女士 你好 陈女士请你问 我们只有很少时间 好的 陈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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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 我收到一笔 是那些 是 我收到一笔 是beneficiary 那些钱 不用报税 你是如何收到这笔 有人遺产症给你 对吗 是的 一个人死了 然后他送到我是beneficiary 你是Beneficiary 不是你的收入 不用報 過身的人是否外國人 還是在美國 過身的人是外國人 還是美國人 希望他聽到我的解釋 我聽到 你是否陳女士 是美國人 他是美國人 美國人甚麼都不用報 甚麼都不用報 亦都不用當收入給稅 如果是外國人的話 你拿到的遺產 如果超過10萬元的話 這樣就要填一個3520號稅表 但因為這個是美國人 你是拿了遺產 你是完全不需要報的 今晚我們的節目 講講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再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 是星期日 下午5點半重播 星期一大約 你上廿六台的網頁 或者到我譚天雪地的網頁 你都可以看回我們這個節目 而且你上去 你是可以看過去我們20多輯的節目 你都可以直接上去看到 好了 我們節目到這裡為止 祝大家有一個很愉快的長周末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可以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